大火油炸 快手切片 新北市新庄仪品大饭店 厨房内厂忙得不可开交 才能应付外面宴客 办活动的满满人潮 但四月一号下午起 六楼和七楼的宴会厅 已经全部关闭 原来是传出发生食物中毒 在三月二十六以及二十七日 共计有两千两百零一人 参加春酒的活动后 有六十二人出现肠胃道 不适的症状 那其中有九人就医 目前症状皆已经缓解 三月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 有连锁药庄公司 连两天在这办春酒 却疑似发生状况 卫生局表示 现场已经没有同批食与检体 所以查菜单中高风险的餐点和食材 包含手抓海鲜盆 里面有泰国虾 群蟹 玉米笋等海鲜蔬菜 还有自制冰块 而现场也发现卫生方面有缺失 当天有艺人郭彦均担任主持人 朝着春酒气氛 还跟大家一起大合照 没想到事后却吃出问题 当时药庄公司回应 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念部调查 协助支付就医相关费用及提供慰问金 会积极配合政府单位作业 并关注调查进度 而新装仪品回应 当天有部分比例带外食进宴会厅 但会全力配合停业调查要求 若调查结果确认 客人不是原因是宴会厅造成将会负起全责 华世新闻 曹生 邱荣庆 新北采访报导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